黄河滚滚啊 这个水非常肮脏 嗨,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 我现在在那个霹雳州 一条河啦,不知名的河流 据说这里有很多这个金木炉 有很多这个金木炉 我们这一趟是来 要挑战这个金木炉了 用这个路亚钓 用这个路亚钓 来挑战这个金木炉 不过看这个河流 水非常混浊 主要是这边昨晚下了一场大雨 看来来的并不是时候 钓鱼就是这样了,没保障的 Adam 再一回我们到,带我到柏鲁湖去钓多慢了 这一趟又有好康介绍 带我来这边钓这个金木炉 水真的很浑 我一看到就傻眼了 来,我们准备出发 好,这艘就是我们的钓船 船长说呢,还好 这条河并不是我们要钓的这个组合 组合 它其实就是在组合在外面 这个只是其中一条小支流 那我们等下要开到这个组合那边去钓了 真正钓场在组合 所以只要不是大区域的在下雨什么组合应该还可以玩了 不至于这么糟糕,这个支流肯定完蛋了 好,这一趟准备了一些米糯 这个是大概9公分的米糯 其实这边11公分都可以 这边的鱼够大 然后还有一些小胖子 那种小胖子主要是针对那个红油 这个也是米糯 真的很多 因为你看我背后就是红树林 一般红树林都会很多的 这种小虫子 这个河边很多小船 对,这边主要都是 这种小船比较多 在这个河这边钓鱼 也有看到有很多钓鱼客人来钓 看他们的装备应该是玩这个沉底钓 用这个活虾 玩这个沉底钓 主要还是钓金木炉 红油这些鱼类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用路雅 来挑战这个金木炉 这个是红树林保护区 所以这边的生态是很完整的 沿途上也可以看到猴子啊什么那些 你看这边的红树林都长到很高 一般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 这样都长到很高了 这种它的树身笔直上去了 这边的树子 就已经继续了 这边已经继续了 很深刻的 因为它已经潮汹了 对,它已经复了 在那里 烹洲测量了 鸟吗? 不认识烹洲的灯吗? 烹洲的烹洲的液燥啊? 烹洲的烹洲的地方 烹洲的烹洲的烹洲 中鱼了 你看钓了一条什么鱼 这个叫陈鱼 这个鱼不好吃的很臭 来我们钓后放 真的是惊喜钓来这个鱼 并不是我们的目标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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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